黃小姐在粉絲團表示,在自己19歲那年,有管制隊來捉附近的毛鞋結紮 其中有一隻黑色的米黑絲幼圈小姐,狀況不太好 黃小姐因為擔心她捱不到她結紮那天,便頻頻打電話去確認狗狗的情況 還向收容所的人拜託,等到她20歲時就會去靈養 一個月後,黃小姐得知小姐經常不舒服,還流鼻涕,健康是非常不好 亦都沒有人想問或另樣,便很心急拜託收容所說 千萬千萬不要讓她離開我,再給我一點點時間,我一定會接她出來 抵達收容所時,工作人員便問她,你夠了20歲了嗎?她很開心地回答 三天前,剛剛的狗,確認符合年齡之後,便很順利地給黃小姐領養了 這一隻是我第一隻正式領養的狗狗,到現在差不多兩年了 你最喜歡這樣捱著我撒嬌? 幸好當初我有堅持,要讓你領出來,一切都值得的 黃小姐是因為,家是經營寵物品狀藥,所以是非常重視寵物的權益 其實在領養兒子之前,牠就在路上撿過不少流浪貓貓的狗狗,還成為中途之家 黃小姐說,家裡目前有15隻狗狗,3隻貓咪 當中只有兒子是特別去收容所領養回來的,其他都是撿回來的流浪動物 迷克斯是非常忠心、聰明的狗狗,只要你對牠好,牠就會用一輩子的愛去回報你了 所以希望大家以領養代替購買,給迷克斯一個機會 可愛的迷克斯,由忠心,由喜歡撒嬌 或者是因為回報黃小姐對牠的愛,小姐經常會把頭捱在牠的肩膊上,撒嬌,多謝 看得都超級窩心啊 不要忘記多多宣揚,以令羊代替購買的機會 給這些流浪的動物一個避愛的機會哦 說到之一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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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